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但很少人真正达成自己的目标。 大多数人都是间歇性努力,持续性躺平,每年都给自己立了很多flag,但每年都没能完成几个。 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些规则。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了达成目标,我们需要遵守的50个规则。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你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1.明确的目标 人有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没有目标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人就会昏昏噩噩的,不知道自己要干啥。 2.相信目标可以实现 只有自己相信目标可以实现,才会一直坚持去做。 如果自己都不相信,就很可能会放弃。 3.制定可衡量的标准 可衡量的标准可以帮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做了多少,是否达到目标。 4.明白成功的意义 时刻提醒自己,成功对你的意义,达成目标会给你带来哪些好处,这会激励你不断前进。 5.每天问一下自己,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让我离目标更近,督促你行动起来。 6.记录下整个过程,这不仅可以监控自己的完成进度和情况,也可以让自己不断反思改进。 7.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他人期望的,而你并不喜欢做的事情。 8.如果你的目标是可实现的,那么之前一定有人成功过,看看他们是如何成功的。 9.将大目标分解为小目标,然后再规划好实施步骤和方法。 任何大目标都可以被实现,如果被分解为具体的小目标。 10.如果你知道怎么做,那么就马上就做,如果不知道,那么就马上去学。 11.你不需要等到完全准备好了再开始,这样你将永远无法开始。 人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一步一步前进的。 12.遇到的每个困难都是一个挑战,可以筛选掉那些假装努力和意志力不够的人。 13.明白为了达成目标你需要付出什么,再看看你是否愿意付出这些东西。 14.人不能完全靠自己获得成功,我们要学会借助他人的力量,帮助自己获得成功。 15.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你在做什么,这样别人才知道应该怎么帮你。 16.当你觉得没有动力,感到疲倦不堪,但依然选择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就是正在进步的时候。 17.做事趁热打铁,因为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就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机会了。 18.坚持很重要,任何事情只要长期持续去做,就一定会做出一定的成绩。 19.提前做好第二天的计划和安排,这可以帮你节省大量的时间。 20.充分利用好每一天,如果你能过好每一天,你就能过好每一周,每个月和每一年,甚至整个人生。 21.不要随大流,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为了虚无的安全感而选择随大流。 22.你还没有拥有一些东西,只是因为你还不是足够想要,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就会想办法去获取。 23.时常想象你成功的场景,这会刺激你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24.不要在乎那些你不会去询问意见的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批评和他们的建议一样,对你并不重要。 25.成功是一场心理游戏,你需要不断和自己做心理斗争,并战胜自己,达成目标。 26.想象有一部相机正在记录你的现在的生活,拍摄一部你的纪录片,那么你应该怎么做,然后按照那样去生活。 27.你的目标也需要一定的趣味性。 如果目标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可以让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提高46%。 28.如果你做的这件事让你感到开心,是你真正想要做的事,只要不是坏事,就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29.成功是一场数字游戏,尝试100次可能会失败99次,但总有一次你能成功,就看你能坚持多久。 30.任何事都是可以谈的,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意识,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谈判的目的是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而要别人愿意让出利益,是因为对方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很大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对方有赢的感觉,这个谈判才能平衡,才能成功,才能双赢。双方都认为自己争到合理的利益。 31.只告诉那些能够理解你的人,你的目标是什么,告诉那些不能理解你的人,他们只会阻碍你去追求你的目标。 32.帮助他人实现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实现你的目标。 32.当你给予别人方便或帮助的同时,你也获得了对方所给予的方便,帮助他人就是在帮助自己,这就是一条更古不变的人际交往的基础法则。 33.找出事情的问题关键所在,就已经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剩下的就只需要去解决就行。 34.明确自己的底线是什么,什么是不可让步的,这会让你在做决定时更快更容易。 35.学会休息而不是放弃,你不需要马上就到达终点,你只需要不放弃,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继续。 36.要学会区分假忙碌和高效率的区别,避免假装努力,浪费时间。勤奋和努力固然重要,但忙碌不等于高效,盲目的努力,假装的勤奋往往只是让深陷其中的人自我感动。 37.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目标,除非外部环境变了,这个目标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或自身的需要了。 38.拒绝那些不能帮你实现目标的事,因为每次你答应去做那些不想做的事情时,就是在占用那些对你重要的事的时间。 39.为了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你需要不断改变自己,因为你之所以没有拥有那些东西,是因为现在的你还没有准备好,还和那些东西不匹配。 40.当你变得更好时,现实就会自动为你改变,你想要的东西就会主动来到你身边。 40.开始一件事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不要再推到明天,这意味着你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做。 41.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很多人想要追求完美,想要等一切都准备好了再做,结果一辈子都没有去做,以至于留下了终身遗憾。 42.找到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帮助实现你的目标。 想要实现目标的动力越足,理由越有说服力,你就越有可能坚持到底,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 43.学会购买他人的时间,利用他人时间来帮助你达成目标,因为买别人的时间是借力使力不费力,产生溢出效应。 而打工卖时间是将自己有限的时间给便宜出卖,不会增值。 44.跟着自己的节奏走,不要被周围人影响,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保持自己的节奏,一定要看最终的收获,不要演戏给别人看。 你是否能够提升在于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努力和认真。 45.不要自己给自己设限,我们每个人的限制都是来自思维的限制,认知的局限,思维限制行动, 所以才导致了自我限制的结果。 46.不要相信自己绝不会失败,而是要相信自己,虽然会失败,但是你可以让自己重新站起来,重新再来。 这条适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当你变得越来越强大,很多东西你都不再害怕。 47.不要向他人炫耀自己成就,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就好。 有句话说得好,财不外露,闷声发大财。 不管自己取得什么成就,都不要去跟别人炫耀,炫耀自己的成绩,要么引起别人的嫉妒, 给自己的人生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要么会吸引一群人在你的身边阿谀奉承, 让自己变得飘飘然,分不清事情的真假与对错。 48.通过自己的成就证明自己,而不是他人对你的看法。 成就是真实的,他人的赞扬是虚无缥缈的。 让实力说话,让那些说你没能力的人闭嘴。 49.你可以实现任何事情,但不是每一件事。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集中精力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减少精力的耗散。 50.如果你想要成功,就要做得比别人好,就要更有竞争力。 但除了一件事,你不用和别人比,那就是自己的特色。 保持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这是区分你和他人的关键。 你觉得想要实现目标,还需要遵守什么规则? 你实现过哪些目标,是如何实现的? 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这里是对签机遇,我们下期再见。